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知道嗎 現在各大百貨公司 他把週年慶當作 他可能一年獲利最重要的 比如說媽媽節也好 他們也是一個旺季 過年可能聖誕節下期這種 週年慶兵家必爭 不過像黑人你出入也不方便 我不是說你大明星這個身分 我是說你的尺寸 你到哪都滿引人注目的對不對 就算衝到第一個也沒我的尺寸 是不是 你太怪了 國外才有 現場很多達人告訴我們一些 必買的而且可以省錢的方式來買 尤其針對上班族 今天帶了很多都是週年慶收過來的戰略 好 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最愛買限量商品的Julie 大家好 我是Julie 只要聽到限量這兩個字 我如果不買 我就覺得好像對不起我自己 他就覺得好稀有的感覺 是限量 限量 下一位 聽到週年慶三個字 就會自動把他省錢 拋到腦後的小柯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柯 我省了一整年 就等這個時候 你說我不買 什麼時候買咧 滿世界化的 歡迎小柯 接下來下一位 最會善也最會買的理財 鴨螺燕麗 哈囉 大家好 週年慶買東西一定要快很準 但切記不要跟小柯一樣 失心風 好 好 今天他在負責拉住大家 拉住大家 告訴我們省情方法 但是現在大家都刷卡對不對 一定要歡迎信用卡達人周湘台 好 親愛的消費者 然後準備好你的信用卡 然後呢 做好功課 大家一起來衝 百貨週年慶 喔 好 衝 我想週年慶 每個人消費 當然要憑能力 但是要問一下這邊天團 大概花多少錢 在週年慶這個檔次上面 請寫版 來 五萬耶 好怕舒服耶 告折 男生也花得到兩萬塊嗎 對啊 因為像那種保養品什麼都很貴啊 像我們這次週年慶 我就花一萬塊買保養品 因為它平常要兩萬多塊 而且保養品幾乎可以用到一年多 都甚至還有剩 好像保養品是很熱門的一個 對啊對啊 然後像那個衣服我就會買外套 因為有些外套 就是有品牌的外套 它可能折扣下來 就只剩五千塊 你這件王傑的皮夾克上 有這麼老氣嗎 應該沒有吧 那應該是鼻龍的了 那錢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週年慶一定要買 兩萬 兩萬 五萬左右 五萬耶 我週年慶一定都要花到五萬左右 因為這個時候買保養品啊 跟化妝品都超划算的 就這個時候買那個時候才忙 真的 是真的有差喔 真的有差 現在有送禮券啊 對 上班族很關注這個週年慶 對 會副代表呢 Julie 差不多在四到五萬塊中間 會嗎 多個零吧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因為其實我要買的東西 就固定那幾個 你是供什麼 保養品 那是真的有差嗎 對 有差別 而且最主要它週年慶 它有很多活動之外 它有贈品 好喔 贈品是我們買東西的 最主要另外一個因素 而且那個 它那造型有些可愛的 對 有人會很想收藏 限量 限量 其實我剛剛說派人去買 其實我都是派我老公去 因為有的信用卡說 刷卡來電會換什麼 對 有時候你是愛那個換的東西 沒錯 沒錯 我以前的話會花比較多 我以前大概也是會花三到四萬塊 但是因為後來發現 有時候會花到那個 不該買的東西上面 所以我現在都會趁週年慶去計畫 我要買些什麼 所以我現在平均大概一年花一萬塊 我就例清單 對 然後我就不會再買重複的 像以前可能會覺得 哇這一種好便宜 有化妝 化妝水我要買 洗面子我一定會用到 但是我在家裡已經很多了 所以現在我就會去看 我還有幾瓶 我還有幾個月的份量 我再決定我要不要買 以前會太瘋狂 對 以前看到便宜就買 所以必須有計畫性的消費 要省錢對不對 好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方法是 滿千送百 信用卡最多10%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看其實怎麼用 像今年週年輕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 有一張新的快樂卡 就是讓我有新的玩法 因為像這張卡 它其實平常在非常多的地方 平常消費的時候 就可以累積點數 這是什麼Happy Go那個嗎 對 我依稀記得妳是卡奴對不對 我卡奴 我不是啦 是不是曾經有吃卡奴嗎 沒有 我不是 是小菇 可以是一張卡沒飯嗎 是小菇是不是 我沒事 妳要不要飯 可是我從來沒飯有用嗎 老師你聽完我的故事之後 你應該要不要 這好多消費場所都可以 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是最好用的卡 其實它很普遍 然後像今年週年輕的時候 它有新的玩法 因為它推出一個新的活動 叫做 就是那個回饋金的一個活動 那目前的話 它是 它的這個活動就是說 你必須在週年慶之前 你把你的點數 換成是底用券 那唯一的限制就是說 你拿這個底用券的時候 在週年慶要把它消費完畢 那目前的話 有比較優惠的方式 是說200點可以折抵成 100元的現金底用券 那像我這一年累積下來的話 我總共有6000點 所以我當場就是換成了3000塊的 3000塊的底用券 那其實你如果不換 你直接拿這張卡去現場購物的話 也是可以用 但是我算了一下之後 頂多只可以折到1700 所以說我如果先在週年慶之前 我去把它折抵成底用券的話 我就有3000塊 但是如果我不換的話 我只能換1700 那過期會不會沒有用 對 一年以內沒有的話 它就直接扣掉 而且它還不會通知你 可是等於說你這3000塊的底用券 是完全多出來的 對啊 所以你平常用券 對 然後啊 所以這個週年慶我就去買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蛋香精 那這個組合的話 平常的話呢 要賣你5600 然後現在特價是3350 所以我就拿我的3000塊的底用券 直接去買這個東西之後 我只要掏腰包350 哇 對 而且除了這樣子之外 它還送了三小瓶的這種 好可愛 小瓶香水皮 那這個折市價起來的話 大概也要1000多 對 那真的還划算 對啊 350大概看一場電影 你就可以類似這樣來推的話 對對對 所以我還蠻推的 我就覺得這個卡可以搬 對 可以喔 這包括送的三瓶小的 對 這個卡OK的 真的 我要算耶 每次問你有沒有就沒有 這個卡來講的話呢 在某一些保護公司的話呢 它可以刷300塊 就可以直接換這一個 喂 我認得那是安娜素的嗎 對 然後它是紫色的 不要瞎掰 你明明不知道 對 真的嗎 沒有 不是因為不能繞出來嗎 然後還可以送 還有送另外一個 是那個小空那邊也有的一個 這個卡可以換喔 對 所以過卡就可以過 這個只要扣30點 你只要拿那個卡 去扣30點 不用消費 就可以換一個洗衣欄 對 然後今年主打是這個紫色的 對 然後這個腳踏墊的話 好高級喔 你只要任何就是發票 只要滿300塊 你又只有買300塊的東西 然後你拿卡去刷 就可以換一個腳踏墊 只有這張卡嗎 那張卡在百貨公司才有 對 然後而且那張卡來講的話 剛才講的 有200點可以換100元嘛 對不對 然後呢現在來講的話 還有另外一家百貨公司是 100點就可以換50元 所以它的門檻更低 所以門檻這個地方是有條件 像有些保護公司來講的話 它是滿5000送500 對 然後跟滿3000送300 都是送10%對不對 對 可是實際上不一樣 3000我就可以拿到 對 如果你只花了4000塊錢的話 你可能要5000換500 就買不到 這時候你還要再加價 所以這邊的門檻有差別 對 然後我自己也有 就是在中年前的時候 也開始就是計畫 然後買了就是 彩妝組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選的那個百貨 就是買3000就可以送300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先買 第一次去買的時候呢 我就先買了這一組 就是很紅的這個彩妝非常好用 然後平常這顏色也很少買得到 是咖啡色系的 然後他送了一個化妝包 然後又送了一些比具 然後這一組是2460 2460 對 2460 然後我就加買了這個洗面乳 這一個洗面乳是就是1260 然後他還有送一個化妝包 對 然後化妝包裡面 又有旅行組 對 對 重點是 1260就有這個東西 對 就送 然後重點是還在打9折 大家年輕再打9折 所以這些 但打完折大概3000出 這不是空袋子耶 對啊 裡面有旅行組 旅行組耶 他都會送 所以我就拿了這個3000塊的發票 我就去換了300塊的折價券 對 然後我再去買這一組 就是卸妝洗臉的 這一組是1480 然後折了300塊就是1180 然後不是只有洗臉跟卸妝 他也是一樣有在送那個旅行組 所以有時候出外景就很方便 所以這樣子就有優惠到 所以我就覺得很划算 所以你不要一次就是全部買 因為你這樣折價券 你為了那折價券還要買東西 就很麻煩 所以你就必須就想說 你把錢留下來 然後再去買 你下一個要買什麼 然後另外呢 就是在卡的部分呢 就是我第一次去買的時候 跟朋友一起合買 然後我們就一起刷 這個富方銀行他在第一波的時候 你只要買6000塊 他就可以去換100塊的折價券 所以第一波的時候 我就是跟朋友一起合買到6000塊 然後我們就一起刷卡 然後他要給我現金 然後我就拿那100塊 我們就可以去買其他的東西 第二波的時候 你只要花1000塊 你只要刷這張卡1000塊 他再送一個袋子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一個小提袋的話 只要用這張卡 你只要用這張卡 然後就可以再去換那個工具袋 1000塊 對 然後就免費換一個 所以就可以去看 因為我們每個人辦的卡不同 所以我每次有時候在刷之前 我會問那個櫃台的小姐 問他說 有什麼優惠 我就看那個板子 然後我就看一下我有什麼卡 我看我需要什麼 所以辦卡其實可以看到 有很多優惠在中間 有優惠 如果在中年輕的時候 好好使用的話 最高可以賺到10% 沒有什麼 對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說他刷信用卡3000 送200 大概的回饋率就要將近7% 對 然後本身來講有的還有加碼 例如說3萬再送300的時候 等於又加了1% 再加他自己的現金回饋 對不對 又可能又1% 但加起來 零零總總加起來的話 將近就有10% 燕麗要不要幫我們 summary一下 要 我是聽得頭都昏迷 因為其實 有點後感 就是現在百貨公司競爭越來越激烈 特別是今年 其實今年有很多百貨公司 它是沒有達標 就是沒有達成它 原來的目標 是嗎 因為真的今年的買氣跟往年 比較起來是有一點點偏弱的 一個情況 大家消費的信心不同 因為就是 薪水還停留在16年前的一個水準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對未來其實比較有一些疑慮 其實除蓄率還是很高 對 是不敢花錢 對 那沒有關係 反正總之百貨公司還是加碼 那所以其實這個 就我們剛剛提到這一下 滿千送百 其實它還是有蠻多的一個陷阱 幫大家整理一下 像第一個陷阱 就是說 比如說同一家百貨公司 那你使用不同的信用卡 你得到出來的回饋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住在永和 永和有一家百貨公司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家 那家百貨公司很有趣 我一拿到DM的時候 我一看 那三家 它配合的那個 銀行很多家 其中有三家 我有它的卡 可是它的回饋完全不一樣 一家中國信託 另外一家花旗銀行 滿五千送五百 可是另外一家 玉山銀行 其實也很大對不對 它要滿六千才送五百 所以其實呢 對 所以其實會建議大家 它就是 當你拿到DM的時候 你去看一下 你大概有哪一張信用卡 你去配合的話 你的這樣的優惠會 會最高 就是最划算 那第二個陷阱 就是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其實每一家的遊戲規則都不一樣 比如說像去年 我就被一家百貨公司給吸引了 他說呢 滿三千送三百 感覺很棒 對不對 對 其實門檻也很低 因為那家公司 百貨公司它過去是 滿五千才送五百 那滿三千之後就是門檻降低 後來去買了之後呢 那因為我是買了兩件衣服 然後分別在不同的櫃位 那就很開心嘛 可以換三百 結果後來小姐跟我說 小姐 盧小姐 然後跟我說盧小姐 你不能換喔 我就嚇到 我說為什麼不能換 他說呢 我們的遊戲規則是 你必須在同一個櫃 滿三千才能換三百 就是單筆喔 對 單筆 然後不是分散 我說啊 可是你們DM上面 沒有寫得很清楚 他說盧小姐有在旁邊 原來是比較小行的一行字 就是其實 對 就每一家的遊戲規則一樣 沒有講清楚的 其實它有寫 但是它字數比較小 而且它會有一些 限制它某一些櫃位 然後某一些樓層 某一些區域 還有打折 但那個寫得很小 對 它DM寫得很大 上面寫滿五千送五百 那底下就寫說 限化妝品區 限這個什麼 內衣區 內衣區 那補充一下 周大哥剛剛講 像去年一家百貨公司 也是有發生類似的狀況 滿三千送三百 可是呢 這個三百你只能 限在女裝部消費 為什麼 因為那家百貨公司 他們過去一年的 女裝部的生意最差 所以它就希望 對 它就希望你換到的一個禮券 再去消費他們的一個女裝部 所以就是每一家公司的一些 遊戲規則不一樣 大家可以多看多聽多比較 就像湘台說的 它買了以後 結果那個比方說三百 可以給你老婆去買女裝的 可以 對 那等於說它就是變成要 限制在那個區域當中 而且那個時間當中要去 可是那禮券不一樣 禮券的話呢 它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說呢你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 在這個 例如說百貨公司的各個分店 都可以 但是呢消費券 剛才的商品券的話 或抵用券 只能在那一個分店的 甚至某一些貴位當中 才能使用 禮券比較好 對 禮券 禮券是信用卡才會給你 對 然後百貨公司的話就不是 對啊 我還有換過現金 有有有 你家百貨公司 就是為了要炒熱它的麥池 她每年都是 她就用現金 那也太豪氣了吧 可是那個現金 對我們消費者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一旦拿到現金 那個跟禮券感覺不一樣 因為現金不想花了 你知道嗎 這種心理狀態會不一樣 對 心理那個拿到錢跟紙是不太一樣 我還喜歡那種換什麼 對換牛排一刻啊 還是那個什麼 加兩顆蛋的禮券有沒有 加 加炸豬排那種餐券的我也很喜歡 然後你可能逛完以後 然後它那個餐券都是在這棟百貨公司裡面 美食街 對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去吃完 滿高興的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種是 消費滿額送的比買的還貴 這什麼意思 有可能嗎 有啊 像我這次啊 就是主攻單一品牌 然後去做 累積它的消費滿額 對 那我這次花了一萬多塊啊 我年輕的時候 對 我這次花了一萬多塊 就是在買倩幣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都買它主要的明星商品 就是這個三步驟啊 然後就是它新的品牌 然後還有吉吉光的精華液 然後還有它的水磁場很有名的 對 那我就針對這個 然後花了一萬多塊 那除了有滿五千百貨的五千送五百 還有我會刷 就是剛剛小柯姐講的那個 富邦的信用卡 然後就會刷五千 然後就送一百塊的折價券 妳也是用的嗎 這一堆 妳現在前面這一堆只有花一萬塊啊 對 一萬多塊而已 但是呢 因為很划算 對 因為我像剛剛的兩個優惠折下來 大概就折了一千二 那因為這個又更划算的是因為 我又它得到了它的滿額禮物 那它分了三階段 那第一階段它就是滿三千六 它就送了這一組 也是明星商品的旅行組 好酷喔 然後呢 第二階段它是滿五千六 就送了這個 好可怕喔 像是紐約時尚的拼妝 拼街包這樣子 那最近就有嗎 對 然後第三階段它是送一個整備組 那因為我覺得 整備組我不適合啊 所以我就是直接 再跟貴姐講說 她就直接再讓我多換一組那個旅行組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換起來 我的贈品 滿額的贈品 其實已經大概 預算應該有 我多賺了五六千塊 那個價值有五六千塊 比妳的獻品還要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又可以再多換 那很划算耶 多用半年 你看這個好可怕 所以一定要在週年慶買這個 我喜歡這種小小的 好可愛 對 我是小鞋的時候 我都用這個牌子 很棒 小姐 真的摺下來很優惠 這個不錯耶 而且更換多塊而已 對啊 然後就很多贈品 送好了 妳是刷富邦的對不對 我刷富邦 富邦已經出現第二次了 沒有 是嗎 香檯有這麼好嗎 這要看其實要看百貨公司 然後各家百貨公司不一樣 例如說妳新光三月百貨公司的話 那當然妳就要刷的是新光三月 新光三月 對啊 如果說妳是那個什麼 統一版級的話 那妳就要刷她的聯名卡 就富邦的嘛 特別富邦的嘛 對 然後如果說收購來講的話 那妳就要刷國泰釋華的這個 收購聯名卡 有在賭喔 連賭 真的是專家 對 各家百貨公司的那個什麼 聯名卡來講的話 還是最強的 消費買了這個 其實我也是跟徐柳老師一樣 我喜歡看正品喔 我先介紹一下大家 就是說我每一年其實 週年慶我一定要買 就是身體保養 身體保養 佔我的保養的比例來講 面積比較大嘛 對 就用的比較多 所以呢 基本上今年呢 我就是用他們家的 這三種 就是身體乳 就是身體乳 然後這是減肥 就是等於是緊實拉體 然後這是胸部的 喔 這三 這三種是我 主買的 它的主商品 它用的量要比較多 對 我們就不用那麼多了 它是精華液 只要一滴就夠了 然後他們家很好用的是 它的這個去角質 身體去角質很好用 可是這一條是贈品 喔 這麼大條 這是贈品 這是贈品 這是他們家的贈品 真的很讚 可是要買多少錢 才有這個贈品 今年我大概一次會在他們的貴商 大概花一萬五千塊左右 一萬五送這個 不是只有這個 現在你所看到的 我現在先把這個 我的主商品先拿下來 剛剛這三品 我這個三品以外 你看到的這一些 這一些來幫忙一下 這些全部都是 怎麼可能 都是贈品嗎 贈品 什麼可能 都是贈品 而且它還很細心的 讓你有這種旅行組的 瘦身組 就是你出門攜帶方便 然後它這個是 等於是它的水泥晚霜 然後去角質之外 然後它也有小平的 真的假的 像這樣子你看 這種小平的旅行組 這樣也很可愛吧 它有翹臀乳 我覺得它是 它是喜歡你多給你吧 沒有沒有它真的是 就是你買 你喜歡小小的 我喜歡小小的 小小的 這個很方便 有時候出差 兩天 三天 這種東西很方便 它更貼心的是 如果你只出去一天 它有這種的 你捨得用嗎 收起來當收藏 會捨得用嗎 還是會用 因為它會過勤 它有這麼大 你可以跟男人說的 對 所以我說 你去可能兩三天 你就帶這種 然後你只是去一天 一個晚上 你就帶這種 它有很多包 我今天只是帶 很方便 對 然後他們家的沐浴乳 真的是有時候 是有錢都買不到 還有它的身體 另外一條身體乳 它現在 我因為週年期 為什麼一定要去買 因為它是限量 它有一個身體乳 我訂到限量 要到12月才拿得到 對 可是它就先送你兩瓶沐浴乳 OK 好好喔 很好 對不對 還有一個喔 一萬五就可以那麼多 一萬五就算了 對 還有這兩個 一萬五 它是一萬塊錢以上 然後它就送你 然後就送你這兩個 所以他們家比較好的 就是說不是 有的人是說 你買五千我送你一個禮 買一萬我送你一個禮 可是你一萬塊的時候 五千那個禮就沒有 對 就沒有 他們家是不累 就是一直累積上來 比如說你一萬五 它就送你三種都有 女生都瘋掉了 真的是 很方便 我要去 愛生的 超滑的來的 超滑的來 對 燕莉姐 給妳說說 我再來幫大家提醒一下好了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送了這些東西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你真的需要它嗎 那它真的適合你嗎 我講我自己親身的經驗 不 我開心 對啊 沒有 如果有多一點問號的時候 我覺得東西 理智理智 當然就是說店家或百貨公司 送給大家更多的東西 看起來很棒嘛 大家都會開心 因為畢竟是多送的 可是這東西你真的需要嗎 那你需要為了得到這個小禮物 多去花那麼多的錢嗎 那個比例之間的關係 大家可以去 好好去想一下 那我講我自己 今年 收年輕發生的真實的故事 我去買了一套床包組 那店員開架是開一萬兩千多 那因為就是整個百貨公司 我都逛了一片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那一組 然後呢 那個小姐就跟我說 盧瑤姐 你現在買真的划算 雖然我們是一套是一萬兩千多 可是呢 又送羊毛貝 又送那個保潔店 送的東西可真多 你這次買的真的是賺到暴想 可是我就在當場 我就想了一下說 小姐 保潔店我不要 羊毛貝我家很多 你可以幫我把這兩個扣掉之後 算我便宜一點嗎 那個小姐她當場也嚇到她說 盧瑤姐 從來沒有人會這樣要求我們 我就說我不管 反正呢 這兩個東西我家就是都有了 我不想要 所以後來呢 就是我們想出一個折衷方案 就是呢 保潔店的錢她把我扣掉 那 對她就把我扣掉 然後羊毛貝我不要 她說那竹炭貝呢 你們家有沒有竹炭貝 這一點店員厲害 我們家真的沒有竹炭貝 那因為呢 羊毛其實蓋起來會比較熱 比較悶 所以我說我不喜歡羊毛貝 但是竹炭貝 我可以來試試看 所以後來呢 就是竹炭貝 我把它留下來 那所以總之後來 還有大概幫我扣了大概 一兩千塊錢左右 所以其實 對所以其實有很多百貨公司 他推出來的活動 你可以去想一下 這東西你是需要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第一個就是換嘛 那第二個 如果你連換都不想換的話 那就拜託小姐 看看是不是可以直接扣錢 所以到最後其實 我真正找出來的錢 就我真正的付費 大概付了七千多塊而已 為什麼 因為再加上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百貨公司什麼 呃現場 你先滿五千就送五百 然後信用卡滿五千又送五百 總之我大概折折底 就高達了一千多塊 後來呢 一萬多塊的東西 我收七千塊買到 對 但是你不少姐吧 對 因為每次都在那時候 他都說不行啊 都不行 都不能買啊 而且贈品就否這個 可能會讓我換別的 對啊 其實都可以討論 然後像還有一次是 那個百貨公司 他們同時滿三千 就是售洗碗金跟洗髮金 那一般人大概就會選 洗髮金對不對 因為感覺上洗髮金 比較用得到 不僅是用得到 是比較貴 可是我那個時候呢 我就跟我同學 去逛百貨公司 我後來選的不是洗髮金 我選的是洗碗金 我同學就很押 他說為什麼你要選 比較便宜的東西 你有沒有會算 我就說因為呢 洗髮金不是每一個品牌 每一個口味 大家都會習慣 都會接受 如果你買回去之後 你覺得你不適用 你是不是又拿去刷馬桶 可是洗碗金 我覺得大部分的洗碗金 其實都是適用的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 那個贈品的適用性 好 所以我們看第三個方式是什麼呢 限時限量 那限量就是Julie了 對 有錢也買不到 哇 這個話術出來 不得了 對 像週年慶開打前 他就是還有一個預購會 那其實每一年週年慶 大部分都是五千送五百 然後買一萬送一千 可是像我這次購買的話 他是預購會買 一萬送一千十 哇 所以等於是多四百塊 而且你不用跟人家 就是擠來擠去 然後換禮券 然後換贈品 什麼都不用 而且像我就是 比較喜歡單櫃買 然後所以像這一次 我買資深堂東西的時候 來店裡他有送我一個這種壺 好可愛 就是你早有消費 就會送你一個這種 可以泡茶的壺 泡花草茶的這種 對 然後還有就是這一次 就是他有推就是限量30組的 紅色夢露經典組合 那原本他這種一瓶 叫1980 可是我買到就是一組 才2980 而且他還有在送這種組合 他還有送這種很大莫術的 還有在送這種面膜球 然後另外還送一個小包包 這超好的 這小包包公牛隊配色 所以其實在花2980 然後就有兩瓶 有包包 然後還有送這個正品 然後還有就是像 我很愛用他們家浴場系列 然後浴場系列他只要買一萬的話 他會再送你一個這種組合 然後如果買兩組浴場系列的話 他會再送你一個這個限時限量的組合 然後呢他這個在台灣其實是 打開來裡面是什麼 是面膜 他其實在台灣是沒有賣的 那這個面膜一片就要價值台幣1000多塊 然後再送一個就是按摩 過一次的也不過2000塊 所以一定要在預購會的時候 預購 朱莉姐妳聽到這限時限量 就非一定要買 你知道有一家我非常喜歡他們家的面膜 他們家的東西歐蘇丹大家都知道嗎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做面膜 對啊 因為他沒聽什麼 對因為他一年只有在週年慶的時候 他才出面膜 反而特別了 對然後他一盒裡面有五片 然後他大概1700多塊的定價 然後我這次去就是買了他的東西 那一片要三四百塊囉 對一片大概 打折下來大概兩百塊我算過一片 可是重點是因為很感謝我媽媽幫我生在十月份 所以呢他就是有一個生日禮 我每年都非常期待他們家的生日禮 他們家今年的生日禮呢是這一瓶 天啊 這是什麼 玫瑰沐浴乳 很棒耶 很香 很大棒 它的原價680塊錢 對 這平日很好看 所以生日那你要去消費嗎 不用 就是你 你只要拿你的會員卡去 就是 然後呢過卡就是生日禮 不用消費的 我也要費 你如果什麼都要 你跟著他走就對了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我常用 五千塊錢送的 送的 送的 這麼棒 它的原價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我常用 五千塊錢送的 送的 這麼棒 很棒 它的原價我剛剛有看它是一千一百八十塊錢 太過分了 你介紹的東西又大的耶 家庭喔 天啊 它會算耶 你厲害耶 是不是 就是全家都會用 因為我知道我買了這個面膜 其實我這次買完面膜大概五千多一點點 就送這個 對送了這個 然後我還帶了這瓶生日禮回家 五千塊塊的面膜 露玉乳跟這個 對 可是這一瓶就已經值了一千一百八十塊錢 耶你拉一拉我快點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限時限量就很容易讓我們上班族失心瘋 可是在失心瘋的同時 就是你可能會買超過你的預算 或者是買到真的是不適合你 然後你不需要的東西 像咪咪今天帶來那麼多東西對不對 咪咪用的那個品牌啊 就讓我想到我大概兩年前 也是買了那個品牌的一個限時限量的一個保養品 還有化妝品組 然後其中一個組是三千多塊 然後另外一個組是兩千多塊 我先講那三千多塊那個非常妙 因為它加起來大概 總共應該實際的價格大概是快五千 換句話說它賣三千多塊大概是打了六折多 那就覺得超級划算的 一定要買啊 不買對不起自己啊 這輩子怎麼有這麼好看的事情 立刻買回家 買回家之後呢 就認真思索了 靠 對不起 我的語注 靠 這個眼影我也不需要 然後那個唇蜜的顏色我也不喜歡 你基本上是素顏上節目的 我... 我... 打底妝又打底妝 對 我就打底妝 其實我的妝很簡單 很淡啊 對 它氣質路線 也不是啦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首目南標嗎 不會啦 你艷麗耶 你別客氣了 是艷麗 是 我爸希望我艷麗 雖取名艷麗 但是事實與願望總是相違背的 好 總之呢 後來就是賣回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很多東西都不適合你 那你想要去網路上賣別人 你就覺得還要再花時間去網拍幹嘛 還要再去交貨 真的很浪費時間 沒有那個時間去處理 後來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把那些不需要的不適合的 通通送給同事啊 朋友啊 不適合的朋友 對 然後再... 做公關 對 做公關 可是呢到最後我拿筆算了一下 那跟我呢 去一件一件買起來 其實價格是差不多的 意思就是我真的不需要 為了那個便宜打六折多 去買了一堆東西 可是有些東西其實真的是 我不適合不需要的 這部分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OK 好 所以我現在比較降溫一點 對 被他這樣一講 好 我們看第四個是什麼呢 搶便宜趁現在 一些比較高價位的東西 對 精品很難打折都 說真的喔 我精品很少在百貨週年慶的時候買 因為真的人太多了 可是因為今年呢 我需要 需要 就是在工作上面我需要 需要 這一雙靴 好看喔 好美喔 是 對 各種配色是高貴喔 而且底還有Bing Bing 對啊 然後他的高度剛好 我就很喜歡 然後又很好走 好美喔 我就在 我今年在微風買的 然後 因為他的中年慶 他其實有一些貴 就是你說他沒有參加 那在精品的時候 你怎麼辦呢 有一些貴 他如果有參加的話 就像說你要跟那個貴姐 稍微混熟一點 很好 對 因為他會跟你講說 你這一筆消費了 可是你不能在這邊抵 或者是你要明天才能抵 有一些是會這種狀況 那如果你跟他熟一點 你就說 那我發票放你這 周年慶再來 對 不是 我發票放了以後 你直接幫我扣掉 對 我有扣經過的時候 我再來拿那個發票 哪怕我那個發票不拿 其實也沒關係 反正東西我已經帶走了 那他就直接就是拿那個發票 他會去幫你換底用券 然後來給你這個折扣 所以等於是說 我買這雙鞋子的話 他原價如果沒有記錯 是七千多塊 我買下來打完大概五千八左右 那OK的 對 那差很多之外 就是說我只是就是再跑一趟 之後我有空的話 我再去那個櫃姐那邊拿發票回來 就是說如果你跟他夠熟 其實他願意為你跑這一趟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是要看服務人員 對 周年慶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就派 最棒的服務人員在第一線 對 而且他很有耐心 對 他都一個一個為你解釋 然後替你講解 而且他一個 他可能會把你 本來 預算是一萬 他可能就是三萬 對 所以他派頂級的售貸在第一線 像我這種定力很不夠的買人 我就是這樣 他派一串學生說 老師我都是你的學生 對 對 看到老師的眼睛都一直賺一直賺 而且他很好玩 你有一家衣服 收購我都去那家店買 然後我一進去 他就還沒有問我 他就會叫另外一個人先去買咖啡 你本來要走了 但如果老師我買來了 那你就只好 你不好意思 咖啡拿了就走 你就只好這樣喝 喝的差不多烤鴨都上 吃烤鴨吧 我會順手買的 烤鴨還順手 對 這個我有經驗 對 精品下差 這個時候周年慶很難得 對 對不對 因為像我平常啊 就是 有時候在請巨 或者在精品上面 我比較捨不得花很多錢 但是我心裡面還是會很渴望 希望自己 可以擁有 所以我就會趁著在 這個周年慶這個階段 然後 我就是去物色我喜歡的 然後 因為其實我之前覺得 我自己的睡眠品質一直很不好 所以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換 好一點的床包 對 跟我一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 因為我去看的時候 每個床包 喜歡的都可能 2萬多 3萬多 4萬多 甚至有十幾萬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子我真的買不下去 但是我用手去摸那種感覺 真的好舒服喔 所以呢 我就周年慶的時候 我就決定周年慶的時候去看 然後我就去買了這一組 他們都會有一些優惠組 那可能原本他們的那個價錢 是一組 兩三萬 但是他會在周年慶的時候 可能就1萬多 1萬出 然後你買了之後呢 他就還會送你這個 就是羽絨貝 對 就是他會送給你 然後有的還會送我 就是那種枕頭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買下 而且這個羽絨貝呢 你要買一件的話 也要兩三千塊 所以你這樣折抵下來 你會覺得 哇 這樣真的很划算 所以我其實在傳包這個 我在連續兩年我都去買 而且他每次優惠的花色不同 好像很多人是等那個 請劇組是周年慶 對 那個時候是熱門 除了保養品之外 他的單價又比較高 很高 這樣講平常沒人買了 一兩萬便一折 確實是這樣嗎 請劇他們大概有高達 六到七成的業績 就是靠周年慶 所以他們平常很辛苦的 我上次買了一個我還記得 就是家庭劇院 三十一產品 然後他也是等我 那個店員他好心到 他說 下個月周年慶你再來買 他把年慶很好 很好 很好 對啊 就是碰到這種 因為還不急著要這些東西 他說周年慶你再來 你看看你多改年 提過很多次 而且你還會再去找他 對啊 放長線對不對 真的 這是聰明的 聰明的 不過鄉台教教大家 如果要信用卡呢 剛才講的話 說像那個景氣不好對不對 所以今年百貨周年慶的狀況 不是很好 但是精品的部分 對 還不錯 全部都成長 例如說剛才講的微風 101他業績都成長10%以上 相當的好 是我們台灣本地的人 還是陸客消費 沒有 就是我們本地的人 為什麼呢 那種百萬刷手有沒有 都會出現 甚至有千萬刷手 有千萬刷手嗎 對 你看 這個是我們一般上班族 在看的DM對不對 可是呢 VIP看的是這一本 奢侈品的 然後呢 大家想說 那到底說 到底有在看的DM嘛 對不對 可是呢 VIP看的是這一本 奢侈品的 然後呢 大家想說 那到底說 到底有產品有多貴呢 我們來看這一個 然後那個 導播看一下 這一個 有沒有 這個數字呢 像男生來講的話 看他超跑的時候 有沒有 就覺得 四五百萬的超跑 在路上跑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興奮 男生說哇 這樣對不對 可是女生看到這個數字 應該也會哇 他將近七百萬 小小嗎 對 小小一顆 永流傳 有沒有 這個要七百萬 那這樣的來講的話呢 像VIP級的 他就可能來這邊刷卡 大明星才帶得起吧 而且像 像那101有沒有 大明星 對 101來講的話 只要刷百萬 就能參加他一個聖誕的派對 好 一百萬層就擺到 不是 這個人會覺得很好笑 對 真的派對很好笑嗎 很好玩嗎 這個問題就來了 這邊有誰去過101的101層 101層 對 你有去過101嗎 沒有 從來沒人去過101層吧 這些VIP刷百萬的VIP 可以在聖誕節那一天的派對 在101層 光這個就夠差 對 這就 那個什麼 獨特的那個就出來了 像剛才小Call說要買那個什麼 買床具 買情具 說買情具有打折 像VIP的這些頂級客戶來講的話 他買的東西 跟我們買的東西 又不是一折起跳的那種算法了 我們再看一下這一個 這一個只是這個什麼 這個 絨毛背 這個羽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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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50萬 而且在中年紀 為什麼沒有多打一個鈴啊 大哥 50萬 50萬 對 然後呢 聽說在他100 要確定馬上入睡喔 那種功能 對 你們限量 一百組 小朋友們會睡不好耶 像一百組 在一個禮拜的時間 一百組全部賣完 真的假的 真的很多人都特別去買那個羽絨背 所以說 因為它非常的少 而且它是在羽絨最上面的那一層 很好包的 它是用這個 咽壓的這個脖子的這個絨毛 下去做的 所以 所以在雲上面的感覺 對 然後聽說 手放進去之後 剛才說 這個感覺之後 那是把那個毛放在這邊 你就連手就會發燙 哇 是鴨子的聲音 所以說呢 這來講的話 頂級客戶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有頂級的服務給他們 甚至有些來講的話 他們會採用 剛才講 VIP預購的方式 現在這個黑人 這個所講的說 事先就跟你講說 我沒有什麼產品要出來 那段時間 你趁我們中年慶來的時候 然後有折扣 刷卡來看 我剛才講 刷一百萬 剛才講的 就有買萬送簽 大概就十幾萬的這個什麼 這個禮券 對 就可以省下十幾萬 那這時候 很誇張 對 我們剛才講 我們刷一萬塊 省個一千塊 好像還蠻多的 他們刷一百萬 省個十萬塊 如果這時候 你真的要用那麼多的話 就滑得來的人 不過今天講那麼多 在週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 真的要去滿足一下 購物的慾望 但是呢 利用滿千送百 或利用一些 信用卡的現金回饋 業力最後交交大家 好 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小資 或者是中資 或者是大資 我們消費之前 就是精打細算一下 其實可以幫你省下很多錢 像這次金品 就出現了一個 就是還蠻厲害的一個消費者 他要買的是鑽石 那個鑽石原價500多萬 那500多萬 其實週年輕 當天已經打七折 這個消費者厲害的地方 在哪裡呢 他是用禮券去購買 那禮券其實已經有2%的一個折扣了 那再加上呢 百貨公司有滿5000 送500的一個活動 那所以呢 他算了一下 那經過這樣的一些層層的折扣之後呢 原來的七折到最後變成6.1折 換句話說呢 500萬的珠寶呢 他到最後呢 是花300多萬買 他立刻省了200多萬 那我們小資跟中資怎麼辦呢 一樣 其實呢 像這次週年慶 大家都只關注在所謂的百貨公司 我發現其實網路上 也有一些相關的週年慶活動 而且很多活動真的是很優惠 像有一些網路購物平台 他就推出一折的毛毯 一折的洋芋片 真的是立刻就是上網 大家就立刻秒殺殺光 還有像我自己是在網路上買的 那個保濕組 然後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6.5 6.6折 其實跟百貨公司推出來的 一個優惠的價格差不多 而且呢 我還不用出門耶 上網買 還可以三期六期八期二期 零利率耶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優惠活動 大家可以多比較看看 我覺得今天聽到很多 中文貼公司